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继续做客老奇的读书圈 今天我们开始讲一本很牛的书,叫做《失控》 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凯文凯利 这个人是连线杂志的创始人 影响过乔布斯和写常委理论的克里斯安德森 堪称科技界的教父式的人物 《失控》这本书全名叫做《失控》 机器、社会与经济的新生物学 94年就写成了 但对于现实仍然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或者说凯文凯利在94年之前 就已经预见到了现在的一些东西 书中提到并且今天正在兴起的大热的概念 包括云计算、物联网、虚拟现实、共享经济等等 说它是一本预言式的书并不为过 那么为什么凯文凯利能够预见未来呢 或者说他通过哪些智慧实现的 那么站在现在这个时点 对于未来还有没有进一步的指导意义呢 我们马上进入这本书来寻找答案 生物的逻辑是这样的 一开始人类从自然界里面获取食物、衣服还有住所 之后开始从生物的身上提取新的材料 现如今呢 人造系统通过计算机已经做到了足够复杂 甚至可以与生物相媲美 接下来人类的命题将是生物技术 继续自我管理和自我修复 从电子元器件转向基因 从机器设备转向生物工程 所以现在呢自然特别的重要 它不光是一个存储丰富的基因保护 还是一个文化基因库 是一个创意工厂 如果我们不去呵护自然 甚至摧毁自然的话 那么可能会失去很多宝贵的不可再生的资源 自然创造人类 但逐渐对人失去了控制 我们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 随着创造出的万事万物 越来越完美 但也会逐渐失去我们的控制力 让这些创造出来的东西具备野性 当然也会因此而获得意外和惊喜 作者接下来讲群体规则 也就是说当一群鸟飞往一个地方的时候 它们是自觉自愿集结在一块的 或者说它们是被某种群体的力量操纵的 当一个群体朝一个方向行进的时候 个体往往会处于失控的状态 大家推推嗓嗓的前进 想停下来已经没那么容易了 涌现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自然现象 也应用于各行各业当中 而群体也是通过涌现形成的一个统一的整体 比如蜂巢就是一个由蜜蜂个体而涌现的机构 这些蜜蜂聚在一起之后 就产生了某种神秘的力量 比如一只蜜蜂的记忆力只有六天 寿命只有一个半月 但是蜂巢所拥有的记忆是三个月 更神奇的是这么一个复杂的工作组织 竟然没有一只蜜蜂在控制它 完全由看不见的手在控制着这个集群 所以作者对此非常好奇 老齐多说一句 如果用今天的术语来解释的话 很可能这是一套生物学上的算法 在控制着这套系统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能够在生物工程上取得一定的突破 未来人类社会的运转也可以完全建立在算法的基础上 而不需要某个统治者 这可能才是未来的方向 人体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心脏负责传输血液和养分 肾脏负责清扫毒素 而特殊的一部分是大脑 它虽然是一个整体 但是大脑中的区域是经过划分的 有人做过实验 在猴子的大脑中随机拿掉一小块会造成不同的伤害 有一个人之前是谈吐流利 记忆敏捷 但后来他患有毒血失语症 一个字母都读不出来 但他却依旧可以把听到的东西记录在纸上 也可以写下自己想说的话 直到他去世也没有治好这个疾病 在解剖的时候发现 他在大脑中有过两处损伤 神经学专家多次研究发现 记忆的损伤往往跟大脑中的物理损伤有关 这个认知对于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 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本书里 作者凯文凯利已经提到了分布式计算的概念 这在当下仍然是非常火的前沿科技 作者当年的描述是 当你在计算机上写信的时候 你敲击键盘 那么计算机就会产生计算 当你构思的时候 计算机会重新返回休眠状态 大公司有很多的机器设备就这么闲置下来 他们需要的其实就是一个完全分布式系统 来协调存储和计算的能力 这不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云计算和区块链技术吗 分布式计算不光让效率更高 还能避免风险增强系统的免疫力 作者描述 加利福尼亚的实言实理 做了一个小型的分布式计算系统 当工程师拔掉了一条电缆之后 整个网络就瞬间的绕开了这个计算缺口 仍然继续保持运转 老齐多说一句 现在要做的区块链也是这样的 信息被分布存储 任何一个主动的修改行为都不会再得逞 所以整个互联网上的信息将很难被人为控制 这就会让大数据更加的完美 但现在政府其实是区块链最大的敌人 因为如果整个互联网世界都在区块链的算法控制之下 那么政府在经济上政治上的掌控力就大大降低了 到时候想引导舆论导向恐怕就会更加的困难 甚至超发货币也会很难实现 有人说分布式计算还差得很远 现在看确实还是物理看花 只是海市蜃楼 但是数据这个东西的发展并不是线性的 它不是一点一点的被输入进去的 也许我们在某一年突然就会取得技术上的突破 然后大量的数据开始在分布式计算系统中 以涌现的方式出现 就像一群鸟成群结队的像一个方向飞行一样 从而瞬间构筑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系统 趋势已经不可阻挡 现在也只是时间和技术的问题 科技界早就认为 大量个体和少量个体的行为存在着重大的差异 群体的个体孕育着必要的复杂性 足以产生涌现的事物 老齐解释一下 作者的意思就是说 在当一个科技技术被大量个体所采纳的时候会形成一个新的系统 而这个系统会自然而然的产生新的生态 从而让我们失去控制力 举个例子 比如苹果和谷歌的系统 他们一开始就是希望利用社会的力量帮助他们做几款软件应用开发 但是没想到后来会形成一个生态 大量的创业者趴在这两大系统上开发应用 这就让智能手机越来越智能 而现在的手机智能程度也远超乔布斯当年所设想的 每个系统都有数以千万计的自制成员 他们会根据内部规则以局部环境做出反应 这就是说 它是一个从下层反馈的复杂系统 与那些根据命令来做出进一步调整的反应截然不同 跟蜂巢的管理类似 也通过某一个隐藏的算法来统筹的 这是一个完全去中心化的系统 它有四个典型的特征 一没有强制性的中心控制 二次级单位具有自制特性 三次级单位之间彼此高度连接 四点对点之间影响通过网络形成非线性的因果关系 老齐给您解释一下 也就是说 在某一个点可以触发整个的互联网的变化 也会影响其他的网络节点的主动调整 这些因果关系并不是直接相连 比如小偷少了 可能并不是因为警察给力 而是因为网络支付普及了 在这样一个系统当中 也会有这么几个明显的好处 一是可适应性 也就是说 整个系统在不断的进化和变化 不断的适应新技术的发展 对于未来不可知的风险降低到了最低 二就是可进化 这套系统一旦形成就会自我成长 不断发展 而无需再去通过某种力量进行推动 就像我们看到的苹果和谷歌的生态一样 这种进化一旦开启就不会停止 三弹性 个体变得无足轻重 某个小事故不会影响整治系统 甚至不会发生任何的反应 而大的事故也都会变成一个一个的小事故 整治系统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 让这些风险得到抑制 第四就是无限性 自发的秩序会创造出更多的秩序 比如互联网如果看成一个整个系统的话 那么它已经衍生出了无数的生态 这些东西都在积极的成长 创造更多的就业与财富 第五就是新颖性 讲的主要是创新机会 很多之前没有见过的东西都会不断的涌现出来 但是群体系统也有明显的缺陷 第一就是并非最优 群体系统可能并不高效 甚至在一段时间之内 还会造成资源分配上的高度混乱 比如我们的共享单车 一下子自行车就铺天盖地严重过剩 这就是典型的造成了资源错配的问题 浪费了大量的资本 第二就是不可控 没有一个绝对的权威 所以一旦开启这个系统 那么好坏就只能任由它发展 失去了主宰的能力 即使发现事情方向完全不对了 你也无力停止和扭转 比如大家担心如果核能过分使用 会不会造成人类的灭亡呢 但这些现在已经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 你现在进行全球进核 似乎已经不太可能 第三就是不可预测 有些东西副作用比正面作用更大 预期是好的 但是一旦开启 也许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比如作者提到的空中交通系统 一旦涌现 那么国家可能会陷入到紧急状态 第四是不可知 而第五是非极客 那么这又是讲的什么呢 咱们明天接着讲吧 如果你喜欢听老齐读书 可以下载知识星球PP 找老齐的读书圈 每天10分钟语音 一年为您带来50本财经类书籍的精读与精讲 各位说大家好 欢迎继续做客老齐的读书圈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这本书 凯文凯利的失控 昨天我们谈到了群体系统的五个缺陷 一是非最优 二是不可控 三是不可预测 四是不可知 整个系统过于复杂 一个东西的间接影响很可能超过它的主要影响 就比如人工智能驾驶 如果成熟 那么可能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劳动力结构 大量蓝领工人可能就此失业 汽车产业还存不存在 这都不好说了 第五就是非极客 说的是一切影响并不是马上就会产生的 有的病毒可能会潜伏10年 才会产生影响 比如区块链和数次货币 它出来可能不会马上挑战央行的权威 但是几年之后 各国央行发现区块链已经成为货币政策阻力的时候 那么恐怕再往回收就已经为时已晚 有机的复杂性不是线性发展的 它需要时间去膨胀 但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它不对头了 就已经收不回来了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说 面对这样的群体系统 我们的感觉就是失控 启动起来 所有的一切就不再受控制了 所以我们要有所拆分 对于不重要的希望得到成长的行业 我们可以采取这种群体系统来发展 比如现在的互联网 就是这样的理论框架之下在成长 但是如果必须要控制的东西 我们就必须要绝对的控制 还是需要采取可靠的老式的钟摆式的控制 所以我们发现互联网可以不管 但是金融一定要管 在刚刚发现互联网金融失控的时候 我们就要马上进行收缩 下狠手 主动清退也在所不惜 因为金融当局十分的清楚 如果再不管 那么金融它就要失控了 那么这个风险可就不好说了 而作者的意思也是如此 他认为最有利于工作的设备 是由一部分中控装置和另外一部分群体系统 组建而成的混合体系 在我们的网络设计中 就是一个典型的群体象征 既包含了计算机的逻辑 也包含了大自然的逻辑 网络之中隐藏着一只看不见的手 这个系统本身就是一个自学习和自发展的系统 我们把风潮式的网络连成了一个整体的时候 会涌现出很多奇特的东西 现在这一预言显然已经成为了现实 而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 也就是90年代 恐怕很少有人会相信英特奈特是个什么东西 在90年代已经开始人工智能的研究了 当时就有科学家表示 早晚我们会给机器一定的尊重 而不只是把它们当成奴隶 让机器拥有智慧和自我意识 这是人工智能的下一个目标 直到现在机器仍然是人类感官的延伸 被我们所驾驭 那是因为现在的机器还只是体力上对人工的进行辅助 而从未拥有过大脑 如果没有大脑 那么即使这个机器长得再像人类 它也只是一个机器而已 在之前的几十年 各种各样的机器人都开始为人类工作 有的可以在工业车间完成组装 有的可以替人类探测海底探索月球 但是他们基本都是由简单的程序操控的 并未产生自我意识 直到AlphaGo战胜了理事实和科捷 人工智能的革命才让人眼前一亮 一个不会下围棋的机器 可以通过实战不断的自我学习 很快时间就成为了围棋界的顶级高手 穷尽围棋所有的变化 这可能会成为开启人工智能 一个时代的标志性的时间 当然作者写这本书的那个年代 还是无法预见这个变化的 而在这本书里面介绍了一些机器人 现在的视角来看都已经变成了小儿科 无非是通过一些传感器和马达 得到一些信息的反馈 然后做出行为上的改变 充其量跟现在的扫地机器人差不太多 当时看绝对是黑科技 但现在已经很稀松平常了 有很多心理学家在思考 意识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这对于人工智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有人提出 意识是从一个个神经环路构成的 分布式网络中涌现出来的 换句话说 大脑可能只是意识的反应中枢 而不是意识产生的地方 大脑并不是权力的中央 这些意识在大脑中也常常为了争夺资源而打架 从而形成我们常说的思想斗争 机器人可以通过多个传感器来向处理器反馈信息 然后呢 由处理器来给综合处理 如果不同的传感器反馈的信息发生冲突 那么大脑该怎么处理呢 眼睛说物体过来了 而耳朵却说物体正在离去 那么大脑该信谁呢 理性的做法是应该重新要求信息获取收集信息多方印证综合计算 大家别觉得这个事不可能发生 实际上很有可能的 比如一辆人工智能驾驶的汽车 突然发现路上跑出了一个人已经来不及刹车了 那么猛打方向可能会保全这个人的性命 但是车辆会受损失 而驾驶员可能会受重伤 而如果不打方向 那么这个人就要丧命 机器就要根据这两者之间快速进行计算取舍 如果是人来选择 那么显然会保全自己牺牲别人 那么机器呢 他可能需要一个前提的设定 那就是驾驶者优先 否则他选择代价最小的方式 很可能会牺牲掉驾驶者的利益 当然这只是一个最简单的抉择 还有更复杂的抉择系统 比如投资市场上 人工智能对于行情怎么判定呢 估值可能很高了 告诉机器应该慢 但是趋势还在上涨 资金仍在推动 那么给机器的反馈是仍然要继续买 而机器本身的决策呢 又会反过来影响行情的走势 这个信息判定就会更加的困难 因为还叠加了一个反身性在里面 人工智能其实与数据是息息相关 这个有点跟人类的经历差不多 当你还是个小屁孩的时候 啥都不懂 因为经历太少嘛 所以才敢用手去摸那个开水 烫了你一次之后呢 你就不会再翻二了 机器也是一样 会通过一些传管器接收信息 一开始不会有更多的反应 但信息多了就能够判定一些行为 比如你离开家 一开始机器不会做任何的判定 也不知道你出门了 但时间久了 他会感知 你离开之后的一些应用变化 可以征求你的意见 要不要自动关掉多余的灯 这些学习呢 都是基于数据才能产生的 所以1985年就已经定义了 人工智能是一种可以脱离人类协助 在现实环境里生存数周或者是数月 并可以做出一些有用工作的创造物 所以科学家们认为躯体很重要 没有躯体的智能只能是虚无的 只有创造出以真实躯体存在的机器人 让他们日复一日的自食其力 积累数据才能发掘人工智能 或者是真正的智慧 曾经有一些白内障患者 做完手术呢 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应症 主要与暂时失明有关 眼睛突然之间无法再接受信息了 会让人产生一种严重的不安 甚至出现精神的错乱 出现幻觉 这就是大脑没问题 但是躯体却出了问题 数据反馈出了问题 算法本身也就混乱了 有一个实验 说有一块土地 上面全都是灌木杂草 一个人开荒 用火把它们都烧干净了 等着它长出悠悠绿草 但是一段时间过后呢 这块地它又长回去了 还是灌木杂草丛生 后来它研究了好久 才清楚这就是一个生态 你摧毁了它的地貌 但依然有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 所以让系统复原了 于是它再次烧毁那些灌木 这次它精心的培育 先种草再栽花 还找出了一些东西帮助传播 这才打破了原来的系统 形成了新的生态 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启示 一个生态是非常稳固的 要改变它并不是简单的隔了重装 在你装入新的系统之前 它的旧系统依然会起作用 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始终无法减肥成功的根本原因 你就生活在了一个肥胖的生态里 你如果要想打破这个生态 就要悉心的改变 对于一些濒临灭绝的动物更是如此 你如果不保护它赖以生存的环境 只去保护这些动物 那么也只是徒劳的 如果只是放在动物园里圈养 其实这个生物也早就不是原来的模样 这就告诉我们人工智能的机器系统 其实也要通过这个过程来实现 复杂的机器必定是逐步的 而且是间接的进行完善 不可能通过一次性的组装 就得到一个完备的功能系统 甚至在刚出现的时候 创新都表现出很丑陋的样态 但它会一点一点的成长 最后形成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 并拥有稳定性 即使被破坏也能快速的复原 所以人工智能时代其实已经开启了 只是现在我们还在种花种草阶段而已 永远不要想着把系统养成熟 然后再投向市场 这种想法本身就很愚蠢 系统不是做完善的 而是自己养出来的 明天我们就来详解一下机器的进化论 咱们明天再见吧 如果你喜欢听老齐读书 可以下载知识星球PP 找老齐的读书圈 每天10分钟语音 一年为您带来50本 财经类书籍的精读与精讲 各位说大家好 欢迎继续做客老齐的读书圈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这本书失控 今天我们来讲机器的进化论 大家都知道变色龙 根据不同的环境变化 那么它也会变换颜色 于是有人就提出用镜子去照变色龙 它会变成什么颜色呢 其实逻辑很简单 变色龙站到镜子前是什么颜色 它还会是什么颜色 除非有外力打破这种联系 当然还有一种解释 变色龙会因为恐惧而变成绿色 而镜子里的颜色呢 刚好与它的恐惧的颜色一致 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 现实生活中 可能充满了这种循环式的因果联系 并非是简单的因果 举个例子 我们买入股票的行为 推升了行情 而行情上升又反过来 刺激我们更多的买入行为 由此进入了正向循环 所以在投资市场上 往往是越涨越快 最终必然会形成一次疯狂 当疯狂出现了 离崩溃也就不远了 这就是经济上的周期理论 在机器的进化当中 也存在着这样的现象 它也是一个非线性的联系 一项新技术 很可能会改变整个网络 而网络的变化 有可能反过来 继续作用于这项新技术 从而形成一个新的生态系统 蝴蝶的研究学者发现 蝴蝶之所以会五彩斑斓 什么图案都有 跟它们在幼虫的时候 吃的植物有关 大多数蝴蝶的幼虫 只吃一种食物 所以蝴蝶也就因为这些植物 而产生了特殊的颜色图案 而这些植物呢 似乎也很欢迎某种蝴蝶来就餐 它们甚至形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 后来有生物学家提出一个词 叫做共同进化 简单来说 就是相互影响的物种间 交互的进行演化 在自然界里充斥着 共同进化的行为 有的植物防止昆虫袭扰 而昆虫也要尽量的维持生存 所以就不断的倒高一尺 磨高一丈 而人类也是不断的 要追求更好的生活 才开始走上了进化之路 在这种进化当中呢 有一方收益更多 其他一方可能收益会少一些 但总体上来讲 都是在受益当中 还有一种关系叫做结盟 比如一种植物跟蚂蚁结盟 它为蚂蚁提供住所和食物 而蚂蚁则为了独占这种植物 会帮它消灭猎食者 所以慢慢的 他们的利益趋于一致 甚至离开了蚂蚁 这种植物都活不下去 这种事情已经越来越多 未来的世界经济 也会是一个拥挤的联盟网络 每个个体 每个组织都在通过这个网络 而进行共同进化 经济一旦融合之后 就很难再回到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当中 比如现在让你去钻木齐火 恐怕绝大多数人都已经做不到了 甚至呢 连爬树摘果子和种地这种事都已经做不来了 每个人都在参与社会分工 也就进而丧生了基本的生存能力 所以整个全球经济都在进化 我们也必须跟着进化 如果你拒绝改变 那么就只能被进化论所消灭 老齐多说一句 大家一定要记住 趋势一旦开启 就会朝着一个方向不断的前进 你想退回去根本就无路可走 所以有人还说 为了国家安全 我们一定要先做好自己自足 必要的时候可以闭关锁国 这就是弱智的思想了 你现在闭关锁国试试 估计一个月都撑不下去 那么就得全部混乱 不光是粮食的问题 设备信号 网络通信全部都会中断 一个系统并不一定都是稳定的 作者提到摇摇欲坠 反而是复杂系统的典型特征 而在它看起来达到平衡的时候 都处于了非最佳状态 也就是说 一个持续进化的系统 总是看起来问题很多的 而一个系统看起来很稳定了 那么往往也就意味着麻烦要来了 或者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比如地球就是一个典型的 摇摇欲坠的状态 生命在不断的争夺资源 而如果当生命消失了 那么地球也就会变得稳定起来 但显然这种稳定就是一潭似水 跟现在的月球应该是差不多的 所以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地质力量 人类的工业生产 基础设施建设在不断的改变着地球的面貌 人类的共同进化 也就是地球的不断进化 在一些研究人员对各种系统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之后 得出了以下结论 如果一个人沉浮于一个规则 那么这个策略就不会有太多的竞争力 相反在一个持久战之中 为你所用的策略才能具有强大的竞争力 在这些策略当中 引入一定的错误和缺陷 更有利于缔造出长久的稳定 老七给你解释一下 这个说的非常绕 但其实并不复杂 就是告诉你在一个人与人竞争的环境当中 没有真理 有缺陷 失灵失不灵的系统才会更加的长久有效 而如果一个绝对有效的策略 那么它很快就会彻底的失灵 因为人的反作用会制约这个定律发挥作用 比如有人发现 如果股市跌到2000点就会涨 涨到5000点就会跌 假如这个规律被最高决策成 认为是一条真理的话 那么它一定跌不到2000点就会涨 也涨不到5000点就会跌 很多人会抢先一步行动 在2001点或者2002点 甚至是2100点就开始提前下手去买了 结果市场就会被买起来 而相反呢 如果涨到5000点就会坍塌 那么一定有人在4900点就提前跑路 想的人多了 也许刚过4000点股市就开始跌了 所以这就叫绝对的有效 也就是绝对的无效 在人与人的竞争当中是没有物理定律的 一个方法被太多人知道 它就不灵了 还比如我们上学的时候 老师就告诉我们选择题 不会就可以懵 三长一短选最短 三短一长选最长 这一开始呢 确实是出题的规律 但是如果所有人都做对了 那么这道题它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必然会导致出题规则的改变 这个方法广泛流传的那时起 它就已经不灵了 总结一下 零和博弈中 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结论 也就是说 你赚的一定有人赔 你赔的一定有人赚 而在非零和博弈之中呢 倒是有可能出现真理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共同发财 比如农民种地 二十四节气歌 就是永恒的真理 现在都还在沿用 它并不会反作用于系统 不是说所有农民都春天种地了 那么种子它就不发芽了 老齐认为 也可以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进行划分 人文科学就没有完美的真理 更多的都是艺术 会受到人的行为的反噬 而使得结果发生改变 而在自然科学之中 是存在真理的 比如牛顿三定律 这个呢 基本上改变不了什么 作者也说 稳定就是由持续的误差 所保证的一种永久面临跌落的状态 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 如果你要等待时机成熟了 再去做事 那么你可能永远也等不到 做事的机会了 最稳定最安全的时候 恰恰是你认为最危险 马上就要面临崩溃的时候 相反当你认为已经稳定了 那么可能就是即将发生逆转 甚至是跌落的时候 所以在人文社会和零和博弈当中 感觉基本都是错的 在投资市场上尤为明显 靠感觉投资的 基本都会损失惨重 这点老奇是深有体会 一开始呢 我也凭着经验去投资 但无论你读过多少书 那都是徒劳的 经验和知识 预测得来的结果总在犯错 后来才恍然大悟 开始使用策略 并且严格执行投资纪律 当你不再企图战胜市场了 那么相反 业绩开始大幅度的跑赢指数 创业其实也是如此 当你一直在等机会 等待时机成熟了再动手 那么其实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时机 相反 等你觉得一切成熟了 行业里的玩家已经足够多了的时候 此时呢 进去那就是红海竞争 然后就很难再有成功的机会 在经济学中有一个词叫做均衡 经济学家偏爱均衡状态 也就是各种资源和价格都处于合理配置的最佳状态 经济学的很多理论都是建立在均衡状态假设下做出来的 但实际上 现实生活中均衡状态极少存在 甚至作者引用生态学家的话 说均衡即死亡 说的是系统要变得丰富 就要拥有时间和空前上的变化 如果处于了均衡状态不再改变了 那么系统也就离完蛋不远了 大家都喜欢稳定的东西 但作者告诉我们 我们一定要习惯和不稳定打交道 有人认为多样性会带来社会的稳定 而稳定呢 又会带来多样性 但是生物学家通过计算机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结论 不要简单的认为增加物种就会带来稳定 物种的多少 其实并不对 稳定性构成实质性的影响 越复杂的东西 反而很可能会变得更糟 越不稳定 这点其实对我们的意义也很大 很多人都认为复杂的东西看起来是高深莫测 但其实越复杂的系统恰恰越危险 这点在投资上格外的明显 很多策略都是越简单越好 如果加入太多的函数和因子 通过持续的回测发现 反而效果没有简单的策略 更加的稳定 明天我们再来举例说明 咱们明天再见吧 如果你喜欢听老奇读书 可以下载知识星球PP 找老奇的读书圈 每天10分钟语音 一年为您带来50本财经类书籍的精读与精讲 各位说大家好 欢迎继续做客老奇的读书圈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这本凯文凯利的书 叫做失控 昨天我们提到了 复杂的东西未必稳定 举个例子 买入指数并一直持有 这9个字就是一条最简单的策略 能够跑赢这条策略的主动投资基金 不足10% 也就是说90%以上的策略都打不赢 这9字真经 科技创新也是如此 简单明了 是伟大企业的特质 你一提到亚马逊就知道 它是做电子商务的 提到IBM 你就知道它是计算机的服务商 而提到腾讯 你马上能想到微信 QQ和游戏 阿里巴巴 你会想到淘宝和支付宝 这就是简单业务 一句话就可以说的清楚 而失败的企业往往并不知道 他到底想干什么 什么似乎他都想干 但主业在哪 他好像也不知道 所以投资人一般跟创业者聊天的时候 通常都会让创业者用一句话介绍他的业务 如果一句话都介绍不清楚 那就不用再往下听了 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之中 一直试图开发新的力量 但也同时寻找控制这些力量的方法 比如汽车 它就很好地解决了汽油控制回路的问题 使得燃油只能够提供能量 而不会自我引爆 否则汽车就跟一个燃烧的汽油桶没什么区别了 工业革命时期 瓦特的蒸汽机也解决了蒸汽的能量回路问题 才让机器为人所用 在这之后 人类的设备制造越来越精细 追求的目标也越来越精准 那么要求我们在设备的控制力上也就会越来越强 还比如抽水马桶 大家可以想一想 是什么控制着抽水马桶的上水线呢 就是那个福利球 当福利球被水顶起来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 那么它就会形成一个反馈力 福利会拉动杠杆封闭上水口 这就形成了一个典型的机械控制 通过能量的反作用力取得我们想要的效果 对能量的控制属于第一阶段 对物质的精确控制属于第二阶段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 下一步我们会开启控制革命的第三阶段 那就是对信息本身的控制 我们在追求控制的最高境界就像道德经中写的那样 太上不知有之 其次亲而欲之 其次未知 其次武之 说的呢就是统治者要控制老百姓 最好的统治是老百姓都不知道有统治者这么回事 通过算法来让大家自觉自愿的被控制 其次就是德治知道他有个好皇帝 再次就是法治 不敢以身犯法 有敬畏之心 最差就是以武力炫耀 强力镇压 作者说老子的智慧完全可以作为21世纪硅谷创业的座右铭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全智能的控制 让大家好无意识的接受 完全不感觉是在一种算法的控制之下生活 我们一直试图探索太空 也希望制造一个生态球 模拟地球的生态环境 或者把它放在太空飞船 或者是诺亚方舟里面 让人类可以居住 这种实验一直都没有停止过 但是大家困扰的是生态圈并不好建立 你需要绿色植物制造氧气就要有昆虫 而昆虫则需要他们所需的一些食物 如果把这些植物也摆上来 那么空间就不够了 所以问题很棘手 似乎每一种你必须的东西 都有一长串的生物链条 它们相互作用可以形成循环 否则你的生态圈只能维持很短暂的一段时间 然后就会出现问题 最后生态学家们发现物物相关 几乎每样东西都有它的用途 如果缺乏某种动物或者某种食物 那么整个生态系统就会失调 然后慢慢的就被瓦解掉了 所以最后的结论是 我们似乎无法制造这么一个 完全的封闭系统复制地球的环境 这些人工合成的封闭系统呢 也早晚需要被打开 其实经济也是如此 你自己自足只能维持很短的一段时间 时间一长你就必然要打开国门 接受外界的改造 现在完全封闭已经根本做不到了 现代人已经无法退回到原始人的生活状态 包括我们也包括美国 不开放内部循环 这个根本就不能维持 但是生态学家们还发现 一个你组装好的系统维持不了多久 但是如果你去培育一个系统 它可以获得相对稳定的条件 比如一个鱼塘 你撒下鱼苗等它们慢慢长大 当鱼塘里的生物自我形成一个生态系统之后 它便发生了冒出现象 也就是说 它自发的形成了新陈代谢的能力 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启示 我们如果要做成一个什么事 需要先培育一个土壤 在这个土壤之上 坏人也会变成好人 如果你的生态环境变坏了 那么再反腐败 那么也只是站在厕所上打苍蝇 腐败会不断的冒出 而对于经济来说 创造一个良好的营商和创新环境 才是最重要的 远比集中力量 打造一个超级公司要重要的多 有了创新的土壤 伟大的公司自然会生长出来 比如在美国 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 房地产泡沫破裂了 全社会的资源重回硅谷 创新和互联网获得了充分的养分 好公司就开始不断的涌现了 作者在1994年就预言 智能时代即将来临 智能办公室早于智能住宅 因为商业上对于智能的需求更加的迫切 他畅想的是 在物体中植入芯片 以获得他们的位置和信息 这个就类似于今天的物联网概念 通过智能终端控制万物 他还设想可以把自己置身于电脑世界形成虚拟现实的革命 这其实现在依然适用 未来互联网技术方向一定是万物互联 以及人与网络的融合 现实与虚拟的统一 以后呢 我们会逐渐的将两个世界融为一体 让人的感官可以极大程度的延伸 逐渐具备神的力量 让各种机器设备能够为人的生活工作服务 解决我们现实中的痛点 但随着问题的解决也会有新的痛点产生 所以科技的发展将永无尽头 比如之前我们一直在试图让机器装入更多的程序 但现在呢 却觉得输入程序也太麻烦了 而且千人千面也不一定好使 现在我们更愿意让机器自我学习 每台机器跟随一个主人 根据习惯产生新的独一无二的程序 有一门科学叫做仿生学 主要呢 是模仿生物生态系统 很快仿生系统就会进一步的升级 通过基因工程和工业生态 去制造一个完整的生态出来 它可以用更好的材料 制造出更好的东西 让汽车飞机电脑房屋都有质的提高 比如现在很多的工程师 就在模仿神经元网络 来开发人工智能的自学习系统 希望计算机可以针对现实的反馈 自我输入信息 然后通过大数据验证 形成一套新的程序 比如之前的AlphaGo取得了重大突破 一旦开启了自我学习 那么人工智能的潘多拉磨盒 就算被彻底打开了 技术的进步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快 甚至会完全失控 就跟下围棋一样 一开始计算机只能模仿简单的套路 而一旦他开始自学习了 便会瞬间的完善 甚至变得没有破绽 科捷都被吓哭了 一点都看不出取胜的希望 所以大家不要总觉得 现在的人工智能还是危言耸听 一旦他突破了某个起点之后 后面可能会高速发展 你想把他拽回来 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 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现在人工智能的智商 可能还相当于小动物 一个正常人智商在90到110之间 聪明一点的130 爱因斯坦霍金这样的大科学家 也就是160 迄今为止 最聪明的一个人叫做席德斯 他的智商据说是300 9岁的时候就能到哈佛大学做演讲 一共熟练掌握了20几门外语 可以每一天学习一门语言 秒杀翻译 但46岁他就脑中风去世了 而如果机器要进化的话 他可能是跳跃式的发展的 现在可能就只有几十 甚至是十几 还傻得可爱 但他可能在某一天 就突然跳成到100左右 跟人类平起平坐 之后再涨 也不会是110 120的那么涨 而是一下又跳跃到1000 秒杀所有伟大的科学家 那个时候机器看我们 就跟看小猫小狗一样了 智商不在一个量级之后 就会发生主宰权的变化 我们到时候还能控制 比我们聪明十倍的机器吗 这也是人类最担心的一个问题 也许毁灭人类的不是核能 不是战争 而是人工智能 我们亲手创造出了一个强大的对手 作者在90年代已经感受到了连接的变化 他认为未来计算机并不在于计算 而在于连接 当数百台电脑连接在一起 远远超过一台超级计算机的计算能力 这个在今天已经变成现实 网络世界早已取代了计算机时代 电脑不再被视为是计算的工具 而成为了连接世界的工具 而现如今手机更是进一步的取代电脑 让这种连接更加的紧密 那么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 还有没有什么新的连接方式 会比手机更加紧密呢 那就是未来的趋势 咱们明天接着讲吧 如果你喜欢听老齐读书 可以下载知识星球APP 找老齐的读书圈 每天10分钟语音 一年为您带来50本财经类书籍的精读与精讲 各位说大家好 欢迎继续做客老齐的读书圈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这本书 失控 昨天我们讲到了连接取代计算 互联网时代取代了计算机时代 而现在呢 比个人电脑更加贴身的手机 开启了移动互联时代 那么以后会有什么会替代手机呢 一定会有的 比如在身体中植入一种芯片 让身体本身就成为一台电子设备 这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10年前大家还是主要在线下去购物 现在很多人已经许久没有逛过商场了 现在你至少还要去超市 可能再过5年去超市采买生活用品 这个习惯也将消失 现在我们还需要主动购物 到时候可能我们的冰箱洗衣机 自己就会采买 保证你的生活必需品持续的供应 甚至人工智能的炒菜系统会消灭掉餐馆 这不是危言耸听 就拿这本书来说 90年代的时候 作者已经联想到网络购物24小时配送 这些在当年来看 根本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 这才20年就已经一一实现了 作者还畅想了3D打印技术以及工业分包系统 老齐解释下 这个东西很可能会影响深远 你想想到时候机器模具深入千家万户 你要制造什么 只需要采购原材料 就可以在家里的工厂生产制作了 甚至闲置的机器 还可以替工厂生产赚点外快 集约化工厂被打散到千家万户 通过互联网系统实现订单管理 这将极大的改变社会的生产方式 让物质更加的极大丰富 也更加具有个性化 作者提出分布式的概念 商业不再是某一个单一的地点进行 它也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同时发生 甚至员工都不一定非要到公司去办公了 一旦实现网络化工作 你到底在哪办公 其实根本不重要 在90年代的时候 美国就有一些小的软件公司实现了网络办公 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 而现在这只是想不想的问题 技术实现其实已经并不困难 另外网络社会还意味着更细致的社会分工 以前一个工厂从进口原材料到产成品制造 再到销售 整个环节都要操作 而现在工厂可能只负责加工制造 其他的环节全部都甩了出去 进口有专门的外贸公司在做 而销售直接在电商上直销 原来的开发商很多手下都有工程队 而现在的开发商全部都委托施工 自己只负责验收 所以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个启示 现在的工作拆分的越来越细致 你只需要抓住一个产业链上的某个节点 就能创造生意 比如10年前 你很难想象给人送饭还能成为一个大生意 而现在美团和饿了吗 已经都是几百亿的大市值公司了 老提几年前也没想到过 给大家读书也能成为一个生意 这些都随着互联网的技术发展 逐渐的成为了可能 甚至成为了越来越大的生意 像苹果和华为这样的大公司 他们其实都是在组装 虽然芯片是自己的 但传感器 OLED屏幕 摄像头全部都要靠采购 各行各业的界限在互联网的发展中 正在逐渐变得模糊 比如民宿 现在可以通过RMBNB变成酒店 航空公司也可以去做旅游 甚至做快递 一个工厂就是一个信息的加工厂 随着分工越来越细致 网络越来越深入 信息的处理也变成一种生产能力 比如大众点评 它就是专门做用户信息反馈的 也变成了一个大的生意 所以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思路 互联网的作用就是消灭信息不对称 那么哪个行业还存在信息不对称呢 那么哪个地方可能就有机会 老奇认为至少在二手房交易 以及租赁市场上 还出现着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现象 那么哪个技术员可以做一个软件 把各个小区的楼盘信息反馈出来 形成去中介化的平台 也许是个不错的生意 整个网络经济也存在着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我们必须不断的补漏洞 软件也在越来越庞大 在作者那个年代 微软就要有400多万条代码 而现在呢更是不敢想象 一个大型的游戏 可能就要几个G的容量 手机中的程序也在不断的更新 变得越来越庞大 在早几年确实是个巨大的痛点 老七记得90年代买电脑的时候就很苦恼 用不了两三年 电脑就不够用了 而到了2010年左右 手机基本也是一年一换 第二年就卡的不行 但现在摩尔丁律正在逐渐的失效 物理上的设备编辑效用正在减弱 一台电脑用上四五年 只要不跑大型游戏 基本上是够用的 手机两到三年不换 除了电池衰减之外 其他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足以见得配置的提升速度更快 已经给软件的膨胀留下了一定的空间 未来随着云计算的成熟 大家可能不再需要主机了 那样物理设备的更换 可能就更加的无足重轻了 现在对于开发者而言 错误还是让他们比较头疼的 随着系统越来越庞大 系统也越来越复杂 一个小的兼容问题 可能会导致整个系统的崩溃 或者出现巨大的安全漏洞 面对这样的情况 那么网络公司一般采取了不断迭代的态度 先做出来再说 经过简单的测试 只要能用就先上线 有错就随时改 改完了再发新版本 不断的改错 也在不断的制造错误 所以更新永远没有停止 当然这个过程也是让软件本身越来越完善 功能也越来越多 这个跟原来的工业时代完全不同 我们原来无论是生产汽车还是家电 都是力求一次性将产品做完美 现在这些传统厂商呢 也开始用互联网思维在转型 硬件尽量做到最好 而软件不断的提供维护和升级 有的还把硬件利润压缩到了零 全靠软件服务去赚钱 程序员十分清楚 简洁的程序并不稳定 有人为了让程序尽可能的稳定下来 加入了更多的限定条件 这样就让代码过于复杂 所以为了追求零缺陷 而付出的代价就是过度设计 这个呢 其实并不可取 也与大的趋势相悖 网络经济的未来 在于设计出可靠的流程 而不是可靠的产品 也就是说 我们有纠错的机制就好 而没有必要过度的追求完美 追求完美 必然丧失效率和用户体验 计算机连接的网络 已经形成了地球村的概念 现在任何生意都要进行全国性思考 甚至是全球性思考 我们与整个世界连接的越来越紧密了 不是你想不想的问题 而是要必须面对的问题 以前你开个小卖部 能辐射几个小区 生意还算过得去 但现在电商直接送货了 你的东西越来越卖不掉了 价差也消失了 这种地域性的生意 已经越来越难做了 在作者那个年代 已经提到了全球化意识 而现在这个意识 已经形成了现实 更让人吃惊的是 在这本书里 作者竟然还提到了电子货币 加密和公开是两种力量 在未来的世界 必然会进行一种对抗 国家希望了解的信息越多越好 但是作为个体 则越来越反抗统治 追求加密的隐私保护 所以随着时间的发展 科技的进步 加密将是赢家 作者的说法是 加密永胜 加密带来的世界改变 将是巨大的 加密到数字货币 到匿名网络 到数字甲名 到零知识 信用信息市场 黑市最后就是政府倒台 换句话说 加密最终会瓦解这个社会 现有的运转方式 现在之所以还没有发生 是因为加密技术 还都垄断在军方手里 而一旦它开始转向民用市场 这个趋势就必然会开启 老齐多说一句 其实数字加密货币 现在已经有了 但是即便是现在 这也仍然处于早期阶段 还有着巨大的问题和乱象 但这个趋势可能已经开始启动 我们看到政府也在拼命的抵御 禁止数字货币流通 维护货币的发行权利 不光是我们政府这么做 各个地方的政府都在这么做 也在阻挡着加密的趋势 因为如果交易都被加密了 对于税收来说 也会形成阻碍 加密技术 说白了就是去中心化的 一旦我们可以自己保护 自己的安全的时候 那么也就不再需要 空权力的介入了 当整个经济 都在一种算法的统治之下的时候 那么人的权力 将被极大的淡化 未来的数字货币 搭配区块链技术 将构成整个网络的底层框架 这也将彻底改变 经济的发展方式 政府可做的事情 就会越来越少 那将是一个信用社会 任何一个人 都会被贴上信用的标签 没有人有权利 可以自己修改标签 好人坏人 真的会被写在脸上 所以为了自己 能够在这个社会生存 你只能不断的做好事 不能做坏事 小心翼翼的维护着你的信用 坏人做坏事的成本 将被大幅度的提高 将彻底的改变 整个社会的风气 不过加密也有个问题 那就是任何密码 都会被破解 只是时间的问题 只要资金和时间充裕 那么密码 就有可能会被破解 而为了阻挡破解 那么密码 只能是越来越长 为破解提供更多的困难 所以加密和破解密码的力量 始终在对抗 不过网络经济 会遵循收益递增的规律 那么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咱们明天接着讲吧 如果你喜欢听老齐读书 可以下载知识星球PP 找老齐的读书圈 每天10分钟语音 一年为您带来50本 财经类书籍的精读与精讲 各位书大家好 欢迎继续做客 老齐的读书圈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 这本书 失控 昨天我们聊到了两种力量 加密的需求 和破解密码的冲动 始终在对抗 不过网络经济 会遵循收益递增的规律 也就是越多的人使用价值就会越高 比如你一个人使用微信 那么微信就一点作用都没有 当你的亲戚朋友都在微信上的时候 那么微信的价值才会体现出来 所以网络经济在奖励较多者 而不是较少者 所以加密的去中心化需求 是大多数人的需求 而破解密码 则是少数人的需求 那么网络的发展 一定会向加密的一方倾斜 未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加密工具出现 那么加密的生活也将成为主流 作者在90年代的时候 已经预感到了 信息的传播方式将发生变革 比如以前写一本书才能发行出去 而现在网上写一篇文章 就有很多人看 而且还可以通过加密来收取费用 哪怕你一年只写一篇文章 只卖一块钱 如果100万人阅读了你的文章 那么你也是一个高收入者 而放在过去 一篇文章是没有办法发行出版的 但在互联网这种精细化传播 却变成了可能 这其实就是一种知识付费的模式 当你的粉丝越来越多 每个人所付出的成本也就越来越低 现在全部都在碎片化的传播 C2C变成了主要模式 大家普遍不再喜欢B2C的模式 更愿意去追捧自己的偶像 获取自己需要的知识 目前匿名数字货币依旧处于灰色地带 因为金融系统无法追踪它的来源和具象 所以这东西目前的实际用途只是洗钱 这反而又成了形式打击的主要对象 而且政府也不希望数字货币做大 那样会影响货币的发行权利 从而降低政府的经济地位 甚至是政治地位 从目前这个阶段来看 数字货币确实还看不到机会 政府是完胜的 但作者说加密技术带动的数字货币 尽管目前被严格的控制着 但是掌控力会越来越弱 直到突然之间处于失控状态 世界的尽头一定是无政府状态 这里老齐也多说一句 这个观点目前看还是太超前的 目前还依旧看不到 数字货币也并非那么美好 如果没有公权力的背书 那么货币就很难实现唯一性和统一性 比如比特币虽然总量是有限的 但莱特币呢 以太币呢 这些数字货币的总量都是有限的 但是加在一起却无限了 那么凭什么只用比特币和不用莱特币呢 这就相当于又回到了原始社会的状态 各用各的货币 那么经济效率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秦始皇都知道灭了六国先统一货币 所以这事没那么简单 现在的数字货币也只停留在概念和炒作阶段 下面呢 我们再来谈谈虚拟现实 参与者需要头戴头盔 然后连接很多的线栏 再然后呢 画面中就会看到一个虚拟的世界了 这让人类开启了一个新的世界 以前呢 我们的仿真只是局部的模拟 比如世界公园就把世界上著名的景观按比例微缩了一下 然后呈现在我们面前 而虚拟现实则不一样 它通过计算机把真实的世界景象展现在我们面前 而且这个空间它是无限的 你真的可以感受自己处于某个风景当中 甚至可以穿越回古代 现身于某一本武侠小说当中 随着虚拟技术的不断提升 甚至会有感官上的交互 也就是说很有可能你哪天会戴着头盔去吃鸡 然后呢 中枪了也会感觉到疼 模拟影像技术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领域 绝大多数情况下 这种超真实对于我们来说都是真实的 我们可以轻易的进入和离开这种超真实 比如很多朋友玩网游就会陷入到某个情景当中 白天在真实的世界里上班 而下班之后呢 会进入另外一个虚拟的世界生活 目前虚拟现实技术还没有跟游戏非常好的结合 未来很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得到发展 让游戏玩家更能够身临其境 那时候两个世界的界限恐怕就会更加的模糊了 试想一下 你可以坐在坦克的仿真器上 参与一场史诗级的会战 眼前看到的都是战火纷飞 对面所面对的也都是一个一个的玩家 还有信息的交互和力量的反馈 仿佛自己真的身临其境 这种游戏可能让你根本停不下来 这就是作者为我们描述的未来世界的游戏场景 甚至你要为了打好这个游戏 赢得这场战役 还要私下里勤家练习 以解锁更多的技能包 目前这套系统呢 已经应用于军队的训练 还有飞行员的培训 什么时候我们也能体验这样的游戏 无非就是成本的问题 按照摩尔灵律 18个月价格降一半 应该不久就会实现了 虚拟现实还有很多的实际用途 比如我们现在的装修 设计师通常都会给你一个仿真的3D效果图 让你能够看到装修后的360度的整体效果 甚至家具家电都会1比1的展现在虚拟现实的图像上 这样避免装修之后不满意的情况 而科学家也在利用虚拟现实技术 在生产制造或者采购之前 就要虚拟一下效果 防止资源的浪费 当然计算机也可以通过虚拟现实技术 模拟出一个包罗万象的图书馆 在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 其实科学家们已经发明了程序进化论 也就是说某一段程序会让软件自我调整 举个例子 我们用的输入法就有这样的程序 它会根据使用者的不同习惯进行自我调整 把日常词汇列在最前面 这就是一个自我学习的能力 所以一台电脑的系统 一个软件通常都是越用程序越大 越用越好用 猛然间换一台电脑 得适应好一段时间才能上手 包括汽车也是如此 行车电脑记录了我们的一些使用习惯 让汽车会根据经常使用者的习惯 做出一定的调整 所以同样品牌 同样型号的汽车 你换一辆开 总感觉不舒服 目前来看 还没有一个伟大的科学家 可以创造出人工智能的生命 作者说制造的思路也许并不正确 与其制造还不如进行培训 人工智能可能不是制造出来的 而是通过一个生态 让它自我生长出来的 所以现在很多的科学家干脆模拟人脑的识别方式来进行回路 输入数据 比如谷歌和百度的人工智能驾驶汽车 就是要不断的在路上跑 而这个过程呢 就是在培育人工智能的数据库 这也是最可怕的地方 当这种数据反馈的回路一旦跑通了 那么整个网络都开始创造数据 培育人工智能 那么很可能人工智能会瞬间超过人类 甚至超过的很远很远 总之进化就是一种幽灵 它不易被察觉 而一旦你发现它的时候 便已经势不可挡 而进化与计算机有着天然的兼容性 将推动人工智能进入我们的数字生活 死亡是进化中唯一的导师 进化是聪明的 但同时呢 又是盲目和愚蠢的 所以必须要用自然选择来验证对错 其实达尔文的进化论也是这样的 最强壮 最先进 最聪明的人类活了下来 传宗接代 而不能适应的那些生物呢 则被淘汰出局 那些能够适应环境的基因变异 存活了下来 而不适应的则死去了 人工智能 现在采取的是一种弱学习的方式 比如给计算机输入一千张图片 然后让它在这里面找猫 一开始人工进行辅助 只是告诉这些图片里面 哪些有猫 哪些没有猫 至于怎么分辨 那么机器会自己做判断 该生成什么程序 也是它自己去想办法 我们呢只能告诉你有或者没有 一千张图片分辨完了 它大概就能生成一个基础的算法 但肯定不够精准 随后它还需要大量的灌输这种图片 然后做继续的判定 这样一个算法就能不断的被强化 判断呢也会越来越精准 机器图像识别 现在大多数也是这么设计的 所以作者的观点是 应该让人类做简单的小而精确的系统 必须把那些杂乱无章的复杂的系统交给自然进化去做 这其实是跟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一样的 再天才的管理者也无法精确的知道面包的需求量 苏联人去美国考察的时候就很惊讶的发现 为什么你们的面包总是供应的恰到好处呢 究竟谁在掌管面包的统计工作 美国人听了之后也是一脸懵逼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这就是市场经济的自学习系统 它自我完善了面包的供给程序 人类只告诉他够吃还是不够吃就可以了 他自己呢会通过微观上的利润进行有效的调节 这个其实跟人工智能道理是相通的 在生活中我们要激发市场的调节作用 而在科技上呢 我们要激发机器的自我运算能力 设计一套算法出来 让他可以自己根据反馈来创造程序 这才是人工智能的主要思路 明天我们再来谈谈这个思路上的转变 对于计算机这个行业 将有哪些根本上的变化 咱们明天再见吧 如果您喜欢听老齐读书 可以下载知识星球APP找老齐的读书圈 每天10分钟语音 一年为您带来50本财经类书籍的精读与精讲 各位说大家好 欢迎继续做客老齐的读书圈 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这本书失控 昨天我们说到了人工智能的发展 让计算机行业的思路彻底发生了转变 以前呢都是一行一行的敲代码 把所有的情况都要涉及到 但代码现在动辄就是几百万行 有的更是上亿行 这个呢光程序维护就是一个艰巨的工作 所以现在很多程序员都在设计代码的自动维护方法 不可能几亿行的代码 一行一行的去查漏洞 这就好比一个人一样 必须得有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 而不能出什么问题都去找医生 那样有多少医生恐怕都不够用 在进化的过程中就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有些结果是好的 是我们需要的 而有些结果呢可能完全是意想不到的 甚至是很糟糕的 有很多人也在提出这样的质疑 该怎么去解决不想要的那些结果 而科学家的回答很坦率 根本做不到 你也控制不了 你只能去接受进化的结果 所以一个生态进化的过程也是失控的过程 这期间呢我们努力在控制 但更多时候会显得无能为力 比如大家原来都觉得经济好了 人就该幸福了 但现在进化的结果却不是这样的 经济发达之后 人类的欲望反而降低了 天天就知道工作而没有生活了 甚至连结婚生子都开始下降 也就是说繁荣的经济并未创造更多的人类 反而经济越好 人口危机越严重 发达国家的出生率要严重低于不发达国家 这个是我们始料未及的问题 我们一直在努力 甚至西欧北欧都给出了高额的补贴 鼓励生育 但结果却没什么卵用 经济发达之后 出生率一旦降低 就没有再涨回去的先例 我们似乎只能被动接受这个结果 那么人工智能呢 一旦人工智能革命开启之后 真的会为人类服务吗 人类的生活会因为生产效率的提升 而进一步改善吗 会不会以后大家都愿意跟机器人结伴生活 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进一步降低呢 从而让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呢 老提认为这个完全有可能 所以有可能我们人类并不是灭亡于战争 饥荒 瘟疫 而是灭亡于安乐 繁荣和进化 上世纪的90年代 计算机已经开始改变世界了 比如动画行业 以前都是一张纸一张纸的画面老鼠 而之后呢 迪士尼要把米奇导入计算机 他的一部片子叫做阿拉丁 就是第一部完全无纸画的动画片 乔布斯的皮克斯也是如此 全部由计算机来制作动画人物 他们所谓的手绘也是在电脑上完成的 这就需要动画师也要随之进化 之前动画师都是画着画着才画出灵感的 而在他们起笔的时候 还不知道要画成什么样 但在电脑时代 你必须在动笔之前 就要有一个完整的构思 知道自己要画什么才行 计算机也在不断的适应我们的要求 比如苹果很早就把猫走路的视频 录入了计算机 然后计算机不断的提取猫走路的风格 从而解析他的运动模式 创造出一个虚拟猫出来 后来拍摄好莱坞大片的时候 演员也要穿上这种带有传感器的衣服 去摆出各种动作 让计算机去捕获 从而制造出特技效果 能够被编成的远不止动作 性格也同样被封装在计算机的程序当中 通过情绪来控制行为 也就是说 让一些虚拟人物可以通过情绪的反应 自然涌现出一些动作来 米老鼠可能某一天就会有自己自发的行为 这时候米奇其实就是一个演员了 他拿到一个剧本 就会按照剧情表演出来 而他可以不休息 也可以完成分身 装彩米老鼠的只是一大块数据硬盘 参数都已经设定好了 米老鼠就会根据这些参数产生反应 比如剧本设计米老鼠从楼梯跌落 那么他屁股的弹性 反弹的高度 惯性 表情 这些都被计算机算出来了 一个米老鼠从楼梯跌落的画面 就这么被合成出来了 动画师只需要在后期润色一下就可以了 所以随着数据的增加 这只米老鼠越来越接近一个生命 他有时候甚至有超越预期的表现 他的表演呢 有时候会超乎我们的想象 还有航空公司也在寻求转变 现在飞机上已经安装了自动导航的系统 基本能实现自动驾驶 骑驼驾都非常完美 之前呢 人类盯着这些数据起到监工的作用 后来大家发现 人类监工很不负责任 很容易走神 而现在反过来了 让计算机去盯着人类 也就是说飞行员要进行操作 但是呢 操作却被计算机限定在了一个范围之内 只有在特殊时期 人工才能够干预飞行系统超出限定值 现在的飞机就有这个问题 到底该听谁的 常态下似乎永远听计算机主导 而特殊情况下呢 还是以人为主 但是也有的公司并不相信人工 他们不允许飞行员自动纠正系统 认为自动驾驶要比人工干预稳定的多 推翻系统限定 反而会增加风险 其实在投资市场上也是如此 基金经理现在也只是一个系统管理员 他们并没有主动投资的权利 而是负责看守机器 还不能随意的改动机器的策略 很多基金公司也认为 正是那些主动修改程序的行为 让胜率变得反而不可控了 所以都在通过程序化进行交易 尽量的压缩人为操控的空间 而少干预少判断 通常我们认为人工智能是把生命下载到计算机当中 但是这本书的观点却刚好相反 要将计算机上传到生命当中 也就是说生命才是主体 而计算机则是附庸 这也许就是人工智能的终极方向 进化论一直是生物学家的专业 但是现在工程师们也在不断的讨论这个话题 涉足这个领域 之前我们会制造产品 而现在我们要生产会自己进化能够自我学习的产品 而在进化的过程当中 最强大的动因可能就是学习了 在生物界的进化当中 充分体现了适者生存的法则 比如长颈鹿 个子高 他就能够吃到更高处的树叶 所以这个群体就会越来越高大 高的基因就被保留了下来 而矮的基因则被淘汰了 但这个过程太过于漫长 甚至要经历上百万年 而人工智能的进化显然等不了这么久 所以必须要用学习去驱动进化 这样才能够加快进化的速度 这种以学习驱动的进化 本身就是一种进化的进化 之前的进化只有上帝才知道走向何方 但之后的进化将是一个自我导向的过程 进化可以自行选择方向 在未来简史这本书里面 我们就谈到过 未来可能会有超级人类的诞生 就是通过计算机植入生命的方式 改变人类的基因 创造出更强大 更聪明也更健康的人类 类似于现在的转基因农作物一样 未来也一定会有转基因的人类 之前就有新闻报道 说一个科学家医生贺建奎 通过编辑基因的方式 让婴儿完全免疫了艾滋病 应该说超级人类 现在正在逐渐形成现实 虽然媒体对他口诛笔伐 挑战道德底线 但这件事呢 其实也就是因为曝光出来了 如果没有报道会怎么样呢 或者也许还有很多没有被报道的事情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 有钱有势可以让自己免疫某种疾病 那么人的生命将从此不再公平 虽然这事非常的不道德 也引发了舆论的反对 但站在客观的角度来说 也许这就是趋势所在 就跟当年满清政府在中国修铁路一样 老百姓也是觉得破坏了祖宗的风水 但是结果你是挡不住的 顶多在一段时间这些内容不再被报道 但需求估计是停不下来的 这种进化也会不断的继续下去 再经过几十年 可能有钱人家的孩子会越来越聪明 越来越漂亮 越来越健康 也越来越强大 而那些大富豪也更多 可以动辄活个一百多岁 如果你看到这样的现象 请不要吃惊 很可能我们跟他们从结构上也已经不同了 只为了照顾大家的情绪 不再告诉咱们而已 人工进化已经开始发生 这个趋势一旦开启只会越来越快 而表现出的特征就是人与人的差距将会逐渐的拉大 以前王侯将相 无论权势再大 生命上至少大家都是平等的 秦世皇也就活了不到50岁 但在此之后 生命的不平等将越来越明显 而且怪人和奇人意识会越来越多 这都是我们主动选择的结果 人工智能的进化可能会更快速 因为没有道德的牵绊 只要符合理论和实践就可以完成一次进化 而且计算机还可以进行仿真测试 每一次的仿真测试 其实就是兼具理论和实践 进化之前都要构筑一个仿真的模型 来替代真实的研究 这就让进化的代价大幅度的降低了 玩废了也无所谓 大不了重头再做 明天我们将结束这本书 来看看人工智能的进化 和人类的进化将是怎么失控的 顺便再来讲讲预测为什么难以做到精准 咱们明天再见吧 如果你喜欢听老奇读书 可以下载知识星球VP 找老奇的读书圈 每天十分钟语音 一年为您带来五十本 财经类书籍的精读与精讲 各位说的大家好 欢迎继续做客老奇的读书圈 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这本书失控 昨天我们说到了进化 现如今不管是人工智能的进化 都已经有了主观的意愿 会向着自己希望的方向进行 我们现在已经不用去等变异了 而是可以主导寻求好的变化 有基因学家通过培育大肠杆菌的方式发现 在环境的影响下 大肠杆菌不仅能够产生所需的突变 而且变异的速率要比预期值高一亿倍 而且他们还发现 这些细菌正在指导其自身的变化 有明显的射击痕迹 而并非是不得已才产生的优胜劣汰 人类的进化也将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即使人为的也是自然的 我们会把它设计的足够好 也会培育一些人工进化的新物种 来把某些特殊的工作做得更好 也就是说 我们以后可能会自由选择自己的进化方向 产生一种偏好 在我们自我进化的共同当中 自然和环境也在进化 而不能完成进化者会被反向淘汰 所以我们有一个自身的进化意愿 也有一个自然赋予给我们的进化胁迫 我们能够控制的环节相当有限 在更多的环节之上 以及整个的环境之上 我们还处于未知领域 举个例子 一个人长生不老 百病不生 可能是件好事 但是如果所有人都这样 反而可能会加速人类的灭亡 你可能不会病死了 但是会死于资源争夺的战争当中 所以这种进化之后的外部性 我们根本无法预料 知道为什么股票价格不可预测吗 因为影响股票价格的因素实在是太多了 它构成了一个高维度的曲线 我们看到的只有价格 所以几百年来没有人可以预测它的走势 但是飞过来的球 你却可以提前预判 并用手接住它 这种受到简单速度和力量影响的东西 预测起来并不困难 这就构成了一个混沌理论 说的是高维度的复杂的系统 无法预测 比如天气 经济股市等等 但是也有人认为混沌理论并不等同于随机理论 随机是根本没有规律 而混沌是有规律可循的 但是目前还无法精确的了解 比如有人在赌场上用计算机测算 轮盘上的小球的初始速度 然后根据力的原则进行计算 看它落在哪个小格子里 最后他们的算法只能取得相对精准的一个区域 而无法精确的固定在某个小格子上 但是这让他们也赚到了很多钱 通过这个系统 他们总结了预测的三个重点 一可以抽取混沌系统的内在固有模式 取得好的预测 二进行一次有用的预测 不用看的太远 三即使一点点有用的信息 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后来他们把这套逻辑应用于股市之上 成立了预测公司 他们要做的就是只要预测 很短期的行情就够了 不用看的那么长久 这大概就是最早的量化交易 只利用概率来赚钱 比如我们之前讲的 加速放量过前高就可以追击 然后下设止损线 错了就认赔出局 赚了就追加 不用去管大势 也不去分析长远的走势 就只是一次短期的交易 把这些交易都做对了 那么就有钱可赚了 所以他们管这个叫做有正面意义的转势 就好比两条射线 哪怕只有1%的角度 如果足够长的距离都会谬1000里 但是在刚刚开始的那几厘米 几乎它都是重合的 下棋也是如此 在刚开始的几步 大家都会走得很好 但是中盘以后差距就显露出来了 所以你要做股市的预测 经济的预测就不能看的太远 老齐解释一下 这里说的是预测 而并非是确定 比如公司的业绩 我们看一到两年应该是能够猜得到的 但10年以上就基本没办法预测了 但是如果站在整个市场的角度去看 长期上涨是必然的 确定的 这个根本不用预测 反而是短期的波动具有不确定性 所以这个并不矛盾 有人表示要击败股票市场 你应该关注的是模式 学会识别这里面的秩序 而不是原因 这才是关键 所以好的预测是基于模型做出的 而不仅仅是原因 有的时候 极组数据的变动 确实没有办法用因果去解释 但它却给你提供了一个概率 通常情况下他们只要能够预测出55%的市场走向 就能够赚到钱 反过来说 也就意味着他们有45%的时候可能都是错的 这就是模式的重要性 他只追求胜率 然后把高胜率的事情反复做 最后就产生了盈利 为什么在赌场上你赚不到钱呢 就是因为赌场都是低胜率 而庄稼则则是根据凯利公事得出的高胜率 所以你一直玩下去一定会输掉所有的钱 我虽然不能预测你下一把是输是赢 但是我知道一直玩 你肯定会输 这就够了 索罗斯其实也是这么去赚钱的 他就是先收集信息 然后建立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模式 再然后不断的进行交易 最终获利 比如他在亚洲金融风暴中 先是找到那些外储不足的国家和地区 借来本币抛售 打压汇率 同时在股市上建立股指期货的空单 一旦政府受不了汇率贬值就会加息 然后股市暴跌 他就可以赚到很多钱了 有人说这是一种直觉 其实是他们搜集信息和概括信息的能力 所以现在与其说是预测 还不如说是一种信息的收集能力和分析能力 当你的数据越多 就越能够反映世界的有效性 然后也会得到更为精准的预测结果 那些在各个公司搞数据的 或者是国家经济中搞数据的 其实都是在做着预测的工作 这些东西并不精准 但是至少是个方向 在有些时候预测可能没有任何意义 但也不排除在某个特别重要的时刻 会突然救你一命 比如老齐熟悉的经济和金融市场之中 如果发现上升协率加快 成交放大 市场热情过于高涨 那么很可能就是股市见顶的迹象 我们知道这个就可以避免大涨之后的股灾 很好的保护住利润 而不必天天的去预测市场的涨跌 但通常情况下 在非高估或者非低估的阶段 去预测股市 那就很徒劳了 不过模型预测也并非都那么靠谱 其中有些元素如果错了 可能会谬以千里 比如有个模型说 地球很快会达到增长的极限 创作者的依据是人口增长 欲望膨胀会使得资源枯竭 但是很多年过去了 这一场景并未出现 资源也并没有枯竭 反而新的能源是越来越多 所以这个模型就犯了一个错误 那就是它的假设 是停留在科技不进步的前提下的 这就好比1800年的时候 有人预测 随着运输业的不断发展 100年之后 可能街道上到处都是马分 很显然这是一个可笑的预测 它是建立在人类 一直要用马车去运送货物的基础上的 最后作者讲了造物的九种定律 一分布式状态 也就是说之前讲的蜂窝意识 每个部件负责一个功能 从而创造出新的功能 二呢 自下而上的控制 也就是去中心化 从底层的连接发动变革 三 培养递增收益 用的人越多 就会产生越大的效果 形成新的模式 四 模式化生长 从简单的系统开始 让一个复杂的系统不断的完善 慢慢的生长出来 五 边缘最大化 不断的适应环境 延展边界的范围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适者生存 六 理代错误 所有的进化都是从试错中得来的 我们要敢于犯错 并积极改正 进化本身呢 就是对系统错误的一次一次的有效的管理 七 不求目标最优 但求目标众多 复杂的结构中装置过多 与其一个功能最优 不如让多数功能做到足够好 这才是大型系统的生存之道 所以一个系统能让它自己运转起来 这个很重要 不必上来就追求完美 八 谋求持久的不均衡 均衡及死亡 当所有条件都具备的时候 恰恰是衰退的开始 当有缺陷的处于不稳定状态的时候 反而还有进化的机会 九 变字生变 就好比自然环境变化 引起动植物的变化 而动植物的变化呢 又反过来去影响自然环境的变化 只要开启了进化的方向 那么进化本身就会带来进化 今天的世界是足够复杂的 明天的世界呢 肯定会更加的复杂 我们必须要拥抱变化 顺应变化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会发现很多东西都将处于失控状态 但不要害怕 失控本身就是进化的一部分 我们甚至要习惯于这种失控的状态 这才是未来的常态 这就是本书的全部内容了 在这本书中呢 我们其实掠去了大量的生态学生的内容 只讲了科技 创业和财经的相关部分 如果您对生态学和自然科学感兴趣 那么可以把这本书拿来 再好好的读一读 内容是相当的声色难懂 但也给了我们很多的启发 比如系统创新生态创新 要远比产品创新重要的多 所以如何打造一个生产创新的系统 这才是未来的大生意 明天呢 我们开始新的学习 如果你喜欢听老齐读书 可以下载知识星球PP 找老齐的读书圈 每天10分钟语音 一年为您带来50本 财经类书籍的精读与精讲 我的是否财经转清兰 不要争ns Only 演悸 我们应召开 老齐 老齐 5 天北 真 10